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顾期玩点名 今天整个大盘在开盘的时候 出现超级的大量 整个大盘在早盘9点半之前 这整个预估量达到1700亿 那時候我們就提醒會員 今天操作要很小心 我們今天有一些資料 會慢慢跟大家談 哪個地方要注意 今天有一些股票 我們來看一下 我昨天跟大家提到過 我們亞光 它最高來到96.8 對不對 距離我們的目標100塊 只差一點點 它今天拉回 這檔股票其實它也應該拉回了 雖然我們手中還有一半持股 但是確實是賺了很多了 它今天拉回到跌停 那為什麼沒有關門 因為什麼 因為空投可能還沒有補 記不記得我連續兩天 我跟大家談到亞光不要再追了 因為法人已經在賣了 我們昨天不只談到亞光 我們還談到跟大家提到環球金對不對 矽晶圓 原物料循環股 也提到華邦跟望宏 那這幾檔股票呢 今天望宏往上漲了 華邦也往上漲了 環球金拉回 該講的還是要講 不能因為跌 然後就閃過不講了 今天有一些資料該講的地方 拉回是不是買點 往上漲能不能追 我都會一檔一檔跟大家講清楚 我們來看一下大盤 大盤今天預估量 開盤的時候須經一場 1700億 如果1700億這個盤就麻煩了 後來尾盤 我們來看一下尾盤這個地方 從這裡開始量一直縮 一直縮到尾盤也在縮的 你看開盤的量這麼大 所以尾盤這樣子 所以1300億還可以 而且還留一個下影線30點 我記得我昨天怎麼跟大家談的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我們今天早盤的訊息9點多 我說早盤預估量大1700億對倍 天量但不漲 拉回了訊號 大盤在今天尾盤因為量又縮掉了 所以他其實今天還不錯 下影線30點 但是這個量 我跟大家談到量 量可以載州也可以負州 當量增加的時候 他就必須往前走 他就必須要漲 那如果量增加沒有漲的話 那會形成什麼 形成短線套牢對不對 那尤其是大量的時候 那這個地方1300億 那昨天1200多億 那如果明天沒有漲 那很可能這個地方 他就跟這裡一樣 他就會形成套牢區 然後就往下拉回到支撐 那因為進線向上 所以這個多頭的架構沒有改變 沒有改變 但是短線上你要記住成交量 量增的話就好像以前我們 讀書常講的一句話 不進則退 你量增加 你沒有漲 那你就必須要拉回 所以水可載州可負州 那成交量明後天 你注意看的地方就是第一個 那如果量能持續了1300億的話 他就必須往上 他就必須往上創新高繼續漲 那如果壓回我們把這裡拉近 這裡拉回 他這裡是不是突破拉回一個頸線區 今天流30點下影線對不對 那如果要在這裡測試支撐 壓回的話怎麼樣 量一定要縮 我們把他拉回 量一定要縮 量縮 頸線支撐 測試 OK 然後這個價再往慢慢往上走 這個走勢會走得更穩 所以明天的量價關係 第一個你一定要搞清楚 第二個我們來看一下重點OTC OTC今天也是收黑 但是我希望大家看一下 之前這一段法人籌碼這麼多 那小小賣一點 昨天又大買 今天小賣對不對 那這個地方法人籌碼很顯然還很多 那OTC跟大盤不一樣 OTC在漲都是一大段的 他不會只漲這麼一小段 重點在個股 重點在個股 那另外大盤你要注意 有個地方一樣要注意一下 這裡往上走 你要注意法人 外資在這個地方連賣兩天 昨天付5億 今天還賣超7億 鎮銀商昨天買11億 今天倒賣16億 所以這個地方短線上 你要去注意 總之這個地方 我要跟大家談的是 你弱勢股一定要賣 因為當大量出現以後 如果跟這個地方一樣 他拉回做整理 這裡有支撐對不對 但是弱勢股他可能就破底了 所以弱勢股你要做一個賣出的動作 這是一個良心的建議 那你錢資金拿出來 要不要轉進未來的波段股 這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你的資金不能卡在弱勢股 那弱勢股只會讓你一路的賠錢 那如果方向向上的 方向向上的股票 他會不斷的不斷的創新高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智元 智元今天尾盤 他開盤跟大盤一樣往下掉 可是尾盤往上拉 那你要注意喔 他往上拉是帶量 一波一波接一波對不對 他後天 後天除息一塊錢 後天除息一塊錢 今天跟明天 他在做一個洗盤的動作 先蹲後跳 那同樣是IC設計股 同樣漲很多 但是為什麼其他的IC股呢 我們來看一下原相 他只會一疊起不來 他為什麼一疊起不來 那為什麼智元一疊往上拉 這很明顯的 這在做什麼 這叫做洗盤嘛 對不對 他是不是在洗盤 洗盤在這個時候最有用 因為1300億出現以後 大家會很緊張 那很緊張有些要趕快走 趕快走就洗盤成功了 對不對 那尾盤再往上拉 所以最近這幾天 除了你弱勢股要賣以外 你還要注意一點 哪些股票 他是未來的波段潛力股 我說智元就是啊 你天天看盤 不能像在看電影一樣 你必須要了解哪些股票在動作 我們來看一下智元 智元今天我們盤中 我們有訊息 我們說智元後天除息一元 我們建議參加 除息之前拉回是先蹲後跳 可以再買 可以再買 平盤一下低買對不對 他上半年已經賺2.73 本益比太低 法人籌碼仍然偏多 所以我們在平盤下 又再度的買進 位盤往上拉 後天除息一元 我們會建議參加除息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智元這一檔股票 他這裡留一個下影線這麼長 然後他量縮 代表籌碼其實相當的穩定 後天除息一元 很顯然他在洗盤 第二個法人買這麼多 這裡超過1萬張 法人買這麼多 他持股沒有鬆動 所以他除息後他還有後事 這從量價來做研判 從籌碼來做研判 如果你這裡低檔卡位的話 你這裡做教師很安心 我常講的我的操受理念 低檔卡位撞波段 就好像今天亞光盤中打到跌停 我一點都不緊張 因為我們的成本很低 五十四塊 今天跌停還八十幾塊 那這一檔股票我們賣了一半以後 我們設停利點 停利點目前在七十五塊 所以今天亞光拉回 我一點都不緊張 因為我們買的夠低 低檔卡位 就好像支援低檔卡位 這裡卡位以後往上走 你是坐教 你會很安心 量縮對不對 那這個大量是什麼 這跟大量你再核對一下 是法人大買 如果除息以後 這兩個大量區 他往上又在創新高 他除息只有一塊錢 他往上又在創新高 是又再度的證明 這個是進貨 如果這個是進貨的話 那他往上應該還有利潤 還有波段 他目標應該在上面 那為什麼目標在上面 因為他前兩季 已經賺了2.73 他第一季2.12 第二季2.73對不對 那2.73來講 目前45塊 本益比多少 大概1556嘛對不對 那是不是偏低 何況他的毛利率 他不是那種爛股票 他的基本面 老實講他比亞光好很多 因為他已經賺了2.73元了 他毛利率高達47 那下半年還會繼續賺 那賺這麼多股價45塊 你認為法人為什麼要買 我們看一下周K線 再進廣告 我們來看一下周K線 我們從35塊開始佈局 40塊目前來到45 這是一個底部區 底部區一個很簡單的辨別方法 底部出現以後 他量能持續增加 那現在來到45 那我說這個量如果再往上突破 代表這個是進貨對不對 那這麼大的量進貨 那法人的成本在這個位置 那你說他有沒有機會來到50 55甚至65 我們一段一段做 我不要講太遠 35到55到50 他就已經5成了對不對 那為什麼智元今天 他還會留下影線 拉尾盤一定有原因 我們休息一下 我只是跟大家談 你要趁大盤震盪的時候 去選一些好的股票 去做一個波段佈局 或者你可以加入我們的行列 單股首單 優惠中 進廣告 您就可以在第一時間看到名師為您 及時解盤 有機會得到標普訊息 還有產業最新訊息 立刻搜尋 運達頭顧APP 貨電02-2781-0909 2781-0909 軸輪精細的刻痕 如同精準的研究判斷 不分昼夜的運轉 如同親切專業的展業服務 我們講究每一個細節 真主每一個環節 帶領會員轉動過地的巨輪 因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電達頭顧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瞭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頭顧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歡迎回到現場 那今天亞光呢 他昨天創新高 他今天拉回 達到跌停 又打開對不對 如果空頭不回補的話 農券大概是1萬5千張 他就會在這裡進行一個高檔整理 那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給會員是什麼建議 我們目前手中四檔股票 我們看亞光 成本54 我們設停利點75塊 空頭不補 漲數不會截止 所以建議跌停我們也不緊張 第二個字元 禮拜四除席現金議員建議參加 法輪會趁除席之前洗盤 上半年賺2.73 本益比16 下半年還有獲利 毛利率47 明年的股利 它會增加 那這一檔股票呢 它的基本面 它是扎扎實實的 它比亞光好很多 那這一檔股票呢 如果說你的資金比較多的 你想卡位的 它又是熱門股 它又是有體質的股票 它目前還可以再介入 我們今天還有在買 那這一檔股票呢 值得你留意 那我們來看一下亞光 亞光今天拉回 這幾天我一直跟大家談 法人已經在賣了對不對 對 不要再追了 其實我認為在股票市場上 賞戶操縱真的是 有時候是滿可憐的 低檔不敢布局 那老師受到一些引誘 網上一直追價 到處放利多的消息 或頭顧老師一直看好叫你追 我說我不一樣 我一直提醒你不要追 就算我的股票也不需要你追 對不對 我的股票都是低檔卡位 我讓法人來抬轎 前兩天我還一直提醒你不要追 因為這個習慣很不好 投資人常常追價以後呢 套牢 套牢又不想賣 因為錢不多 賠錢不想賣 到最後呢 有可能那一張股票呢 就變成壁紙 那這樣就破產了對不對 我說投資人呢 尤其是賞戶操作呢 在股票市場 有的時候真的滿可憐的 那操作一定要小心 該提醒的時候不能追 我一定會提醒你 該卡位的時候 其實我也有提醒你 只是你不敢買而已 只是你不敢買而已 我簡單的跟大家講 我們不再做一個 不再講一遍 這是亞光在這裡整理這麼久對不對 後來不是飆上去了 那整理的時候你不敢買 我要跟大家談的觀念是 你要去了解籌碼 那重點在哪裡 低檔卡位 你才有機會賺波段 從來沒聽過說 網上追降你能夠賺到波段的 從來沒有 我希望你認同我操作理念的 你有機會你跟著我做 你錯過了亞光沒有關係嘛 下一檔資源其實它也漲了 我們一檔一檔做 那為什麼一些散戶會追在這裡 尤其為什麼會去放空 一萬五千張 很明顯的 可能有時候他沒有看我們的節目 那我不會害你 該不能追的時候我會告訴你不要追 該第一檔卡位的時候我會告訴你第一檔卡位 我再講一遍 就算你跟我一樣54塊卡位 你也不可能賺到這一段 因為你可能賺一成60塊就跑掉了 對不對 賞戶都是這樣子嘛 同樣的買進價位 你也不可能賺到這一段 因為你不了解籌碼 你不了解法人的目標價 你怎麼賺波段 跟著我做有個好處 我帶你進場 我會帶你出場 該報勞的時候 我會提醒你報勞 就像亞光 就算資源一樣 我們一檔一檔做 把握這個機會 如果你操作不順利 把一些弱勢股賣掉 跟著我卡位 當股首單 優惠中 休息一下 來啦 即日起升裝運達頭顧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時間 看到民視為您 及時解盤 有機會得到標普訊息 還有產業最新訊息 立刻搜尋運達頭顧APP 貨店02-2781-0909 2781-0909 旋輪精細的刻痕 如同精準的研究判斷 不分昼夜的運轉 如同親切專業的展業服務 我們講究每一個細節 斟酌每一個環節 帶領會員轉動過地的巨輪 因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運達頭顧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頭顧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歡迎回到現場 今天南亞科往上漲 它為什麼往上漲 它為什麼往上漲 因為它報價 因為它報價提高 第一任的報價漲價了 漲價了 我們來跟大家談一下矽晶圓 矽晶圓 矽晶圓也是一樣 緊急循環股 昨天環球晶大漲7.1% 它今天拉回了 它今天拉回了 這個叫什麼 大漲小回 沒有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量架結構 我喜歡看開盤跟收盤 第一個今天開盤這個量 它是開高的 它是開高壓回的 這個量它不是開低的 這第一點 第二點尾盤 這個量它是往上拉的 這檔股票還是有人在 這個叫做大漲小回 我們來看一下 我昨天跟大家怎麼提 當一個區間出現黃金交叉 往上突破的時候 這裡它就是一個波段的起漲點 它大漲小回 它方向還是向上的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 環球晶這個是近的 我們把它拉遠 它上一次的黃金交叉是在哪裡 這裡是大概是80塊 上一次突破平台壓力 是在哪裡 大概是在100塊 後來漲到200多塊 我意思不是說這一段 它會漲一倍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是說整個緊急巡防股 它有它的股性 我們不期待漲那麼多 漲個三層以上兩層以上 其實也就夠了 那什麼時候該賣 你要看成交量 像它往上漲過程 出現這種連續大量 它就是接近頭部區了 整理區 那目前這個量其實還很安全 這是景氣循環股的特色 另外我們提到了 我們之前提到像南亞科 像環球晶 我再給大家看一下 面板的彩晶也是一樣 這是一個區間對不對 它黃金交叉出現以後突破壓回 它是往上走了 它是往上走了 那很多你都要去注意 那很多你都要去注意 每一檔股票它為什麼漲 今天財經漲不少 還有我昨天跟大家提到的 像旺宏 像滑方電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昨天旺宏 它今天繼續漲 而且是帶量對不對 這是滑方電 你要去注意它的量價結構 這種大量出現的時候 它是在賣還是在買 在大旁1300億震盪的時候 你一定要了解這些細節 你才能掌握未來的波段潛力股 所以我常常提到 說真的如果你是三班族 事業經營者 你沒有時間不過專業 我不只會帶你低檔進場 我還會帶你 該賣的時候 賺波段該賣的時候 我還會帶你出場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財經 漲不少 我今天大盤是跌的 這是它的月K線 我跟大家看一下 基本面滑方電 其實它第一季第二季 都是賺錢的 像十幾塊 今年應該賺1塊錢以上有 旺宏第一季 它簡直萬宏第一季變成賺錢 彩晶第一季賺0.57元 那重點是 智元 尾盤帶量 大盤在跌 這個叫洗盤 往上拉 先蹲後跳 我們今天平盤下還在買 那為什麼IC設計股呢 其他的股票一跌就漲不上來 為什麼彩晶 為什麼智元還能往上走 問題在哪裡 它的基本面上半年賺了2.73元 這是它的周K線 這裡卡位 這裡卡位 它往上這個量 它應該壓力不只在這裡 它應該往上做提升對不對 這個量它是進貨 後天除息 我不只帶你進場 我也會帶你出場 我希望你把握這個機會 如果你最近操作不順利 那我也希望你換股 做一個操作 同時把你手中的資金 集中火力 當庫首單 我帶你進場 我也一定會帶你出場 慢一天 有時候它是你少賺一個波段 晚安 本服務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電視集中開場 電視頻 電視集完 電視頻